那么先来看一下下午的第一个内容叫RPM管理 那么RPM管理呢在讲之前呢我们也先去说一下它的作用 那么说作用之前呢我们先打开一个工具啊 就是我们电脑上装的一个 就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 此次下载吗 其实就是管理我们Windows电脑上的一个所有软件 包括哪些管理方式呢 包括我们的安装啊 更新啊 删除啊 和 现在不就删除吗 和查询啊 和查询 所以呢 RPM这个东西呢 它有点和它类似 只不过这个是我们Windows下的 而RPM呢是Linemus下的 所以RPM的它的一个作用啊 纠点呢 类似于我们Windows上的这个叫 什么电脑管家呀 电脑管家中的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功能呢 软件管理啊 电脑中的软件管理 软件管理 那么或者呢就是安全卫视里面的 软件管家啊 软件管家等这些产品 那么其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呢 对于我们Linux服务器上的这些软件包啊 来进行一个对应的一个管理操作 那么对应的管理功能呢 管理啊 分为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 我们叫做查询 查询你电脑上 查询Linux上 有没有安装这个软件 查询 第二个呢 叫做 卸载 所以卸载就是把这个软件给它删掉 那第三个呢 查询卸载 还有什么 安装嘛 还有安装嘛 还有安装 有没有更新呢 这里面呢 更新就是安装 更新就是安装啊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操作的话就有三个 查询 卸载 和 安装 查询 卸载 和安装啊 有这三个操作 主要呢 是对我们这个软件包啊 进行管理啊 对软件包进行管理啊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RPM呢 它是功能是实现这么一个目的 那它命令怎么去执行呢 RPM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它还是一个指令啊 RPM它是一个指令啊 是一个指令 那么先看第一个啊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叫查询吧 怎么去使用RPM 去查询一个软件包 是不是有安装 它的语法格是 RPM 空格 杠 QA 速线 哎 对了 GREP GREP GREP后面加上一个 关键词 你要查询的一个关键词啊 那这个选项分别什么意思 选项呢 来说一下 选项第一个 -Q -Q呢 表示查询全部 表示查询啊 表示查询 不是叫 不是表示全部啊 表示查询 然后呢 -A呢 A就表示全部了啊 A表示全部 所以这两个单词的话 对呢 一个是 Query 一个是 -O 一个是Query 一个是O 连起来就是 通过RPM命令 查询全部的软件 那么查询全部的软件 这个有点多呀 是吧 那么如果说想查询 某个软件 实际上安装 所以我们后面去连上谁呀 连上GREP 然后呢 加上关键词啊 所以它的作用是 查询 某个 软件的 安装情况 安装情况 那如果说有一个需求 我想查出我的这个电脑上 全部的软件 是不是QA就行了呀 后面这个还要吗 就不要了啊 但是这种情况多吗 这种情况其实不多 我们主要是查询 某个软件 是不是有安装 这个呢 是用的稍微多一点的 这个是它的含义 这是第一个 现在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 Ninux服务器上 我们已知 它已经安装什么软件了呀 Apaq是吧 火壶是不是啊 火壶也试试啊 行 那我们就随便查一个吧 这地方呢 我就查一下这个火壶 那么RPM -QA 速线 GIP 火壶怎么拼啊 Firefox Firefox 走 可能装的抱怨多啊 就是一个 装不装 装了吧 什么版本 17.0.10.10 这个-1应该不是啊 就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它的版本 然后后面呢 就看得出来这是CNOS的这个包 然后呢是I686 也就是32位的啊 32位的 现在这个的地方的话 就是能看出来 这是已经安装的这个软件了啊 已经安装的软件了 看得出来的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转谷歌呢 C-H-R-O-M-E Chrome 谷歌 别说有啊 别着急说有 别着急说有 这不一定是 Windows加谷歌叫这个名字吗 肯定不叫这个名字啊 那如果你觉得不放心 那我们再搜一个 看到有没有转QQ 有没有QQ吧 没有啊 没有装QQ啊 行 那行 那这两个命令啊 就是-Q和-A 就有用了 它呢就表示我们 有没有查查啊 有没有装这个软件 然后呢通过这个GIP 来进行过滤 过滤出呢 我们有没有装 那这个案例就是 查询 查询 Ninux上啊 是否安装这个叫 Firefox Firefox 发现没有装 发现装了啊 然后第二个案例呢 是查询是否安装QQ 是否安装QQ 那么查询的结果呢 就是这里面肯定是 没有QQ啊 这是没有QQ的 现在这是两个案例啊 查询那个 有没有装这个东西 那查询呢 就这么简单 两个选项 一个-Q 一个-A 查询QA 然后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我们除了查询之外呢 第二个呢 叫卸载 那么卸载的话 我们为了看得明显一点啊 这样 我现在呢 把它临时切换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看的是火壶 是吧 火壶呢 它是一个图音画界面的路远器 在这个命令行里面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先给它切回去啊 先给它切回去 切回去之后呢 然后呢 我把这个root账号登录一下 这样的话 咱看的时候呢 比较清楚一点啊 登录一下 root 进去 找一下啊 看这个火壶 应该还在这啊 应该还在上面 出来的啊 是不是还在这啊 行 那我先点开它啊 点开它 打开了啊 火壶能不能把它打开 能吧 行 那现在呢 我把它先关掉啊 先关掉 那么关掉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呢 叫它的一个卸载 卸载 哎 某个软件 卸载某个软件 那么卸载软件的时候 它的一个执行的语法命令 叫rpm 杠 杠 卸载叫 e 为什么叫s呢 啊 啊 瞎想的啊 杠 e啊 杠 e 杠 e呢 表示卸载 然后面呢 加上我们软件的名称 叫软件的名称 行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来试一下 啊 我们在 这里面来试吧 嗯 rpm 杠 杠 e 小谢谁啊 火狐吧 814 走 等一会儿啊 谢不谢掉 是不是就没了 没了啊 没了的话 那我们点一下试试吧 反正本身这个地方是不是干涉火狐啊 他告诉我什么 说这个火狐失败 因为没有那个文件荒目录 因为已经被我们卸了 已经被我们卸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杠 e 发fox来进行卸载 怎么装啊 卸了不会装没关系 待会儿咱装一下就是了啊 因为后面有个安装啊 那这样的话就成功卸载了啊 卸完之后 我们这个火狐的啊 它已经就图标就没了 然后呢 一点之后呢 弹出这一效果 啊 说明它成功的卸了 嗯 好 这个是卸载的指令 下载好了之后 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变化 然后同时这地方呢 会有提示 会有提示 好 这个呢 是这个操作啊 现在操作 那现在的话 咱看能不能把阿发奇给卸了 阿发奇啊 那看看阿发奇 阿发奇 阿发奇的话 现在应该属于启动状态 那么核心可理的话 我们应该是先把它 关掉啊 关掉 SER VICS Service HTTP D STOP 先给它停掉 应该是没开 因为刚才属于一个切换了一下用户啊 就是相当于换了一个运行模式嘛 进行里应该没有 JREP HTTP D 没有嘛 因为刚才不是切换了一下这个运行级别吗 所以没了 好 那这块的话 我们后面开始来了啊 RPM -E HTTP D 阿发奇就是这个名字呀 它这个包也是这个名字啊 别不信啊 别不信 信不信 信了啊 那你有个人说不信 那我非得搜一下阿发奇 AP A CHE 行 你不死心是吧 大写的 来大写的 你看有吗 没有啊 所以呢 阿发奇 虽然我们称之为它是阿发奇 但是它的进程 它的包都叫HTTPD 现在这地方是不是有啊 然后我们在切载的时候 它提示了啥呀 ARRO ARRO 是不是失败了 怎么失败了呢 Fail的 Fail的 失败 干嘛失败了呢 叫 Depensive Depensive Depensive呢 叫依赖 依赖关系 为什么失败了呢 他说 HTTPD 大于等于2.0 这个版本呢 Yes Needed by Yes Needed by 被需要 被谁需要了呢 被这个 G Num User Share 被这个包需要了 所以他让不让我们卸 他不让我们卸 好了 那如果说我们要卸它 应该先干嘛 是不是先把后面给卸了 但是这个我不建议你卸 不建议你卸 那如果说我非得想把这个 AphaG给卸了呢 但我又不想卸它 那我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需要注意另外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选项 这个依赖关系 在安装和卸载的时候 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特别是安装的时候 卸载还好 如果想卸载一个软件 并且呢 它有依赖关系 像我们这个火壶 它有提示吗 它没有提示 所以火壶呢 是没有依赖关系的 火壶卸载的时候 火壶卸载的时候 是没有依赖关系的 所谓依赖关系 就是被需要 就是被需要 它没有依赖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卸载 可以直接的卸载 这是这种情况 那么但是在卸载AphaG的时候 在卸载AphaG APA CHE AphaG的时候 时候 提示 无法卸载 无法卸载 那么无法卸载这个图 我们也来保留一下 它说我们这个AphaG 被另外一个东西所需要 那如果需要卸载的话 那么先去把它给搞定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怕一个问题了 那么怕什么呢 怕我在卸载 Genome User Share的时候 它告诉我这个东西 又被另外一个东西需要 怕就怕这个 这样的话 有些软件 你在做它依赖关系的时候 它可能嵌套着 十几层的依赖关系 这样操作太麻烦了 效率太低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东西了 怎么办 对 强制卸载 有一个指令 可以让这个 在卸载的时候 那么不需要去考虑依赖关系 当存在依赖关系的时候 又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这么来 RPM-E 这个地方不变 软件包 名 这也不变 然后 -no DPS 这两个杠 两个杠 no很好理解 没有 DPS怎么意思呢 DPS就是这个单词的缩写 DPS就是这个单词的缩写 意思就是忽略依赖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考虑到依赖关系了 然后呢 当你这个命令执行的时候 一按回车 好了 那他不管有没有依赖关系 他就直接给你删了 会不会影响这个程序呢 试一下就知道了 是吧 大不了把这个系统玩坏了 反正咱有这个快照 RPM-E 然后呢 HTTP-D 然后如果你怕玩坏了 我还是建议你先备份一下 扣着吧了 行 然后后面呢 加上我们的刚才说的 叫-no DPS no DPS D EPS 别写错了 按回车 等会儿啊 谢了吧 那至于谢没谢 我们可以再验证一下 搜索一下啊 有没有了 没有了啊 刚才一开始搜索不是两个呀 现在就一个了吧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阿帕奇所需要的一个web工具 不是阿帕奇 是阿帕奇的工具啊 这个没关系 它属于一个独立的软件包啊 所以呢 阿帕奇已经没了 这个地方呢 还在 这个没关系啊 我们通过这个命令 可以强制的去 下载一个程序 下载之后 有产生不良反应吗 没有吧 GNOM是桌面的一个组件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形界面的一个程序 但是感觉也没什么变化呀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确定你不想要了 并且呢 感觉不会有多大关系 当然你做之前还得先备份一下 这个是好习惯啊 万一玩坏了 因为这个东西咱也不确定 这东西到底是啥东西 所以呢 在不确定的时候呢 先备份一下 这是好的一个习惯 这时候可以去 忽略这个依赖关系啊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叫杠杠的DPS 那么这个呢 是卸载的两个方法 一个呢 是没有依赖关系 直接卸 第二个呢 是有依赖关系 你想强制去忽略这个依赖关系 加上这个No DPS 这个选项啊 这个是第二个操作 第二个操作 将接下来呢 还有第三个操作 第三个操作呢 它叫做软件的安装 刚才有同学就开始操心了 把火壶卸了 我现在又装回来怎么办 去哪找这个火壶啊 要想装软件 在Windows之下 我们的常理是先去找到什么 对 找到软件的安装包 要想装这个软件 和Windows之下一样 先呢 得找到安装包 你要是没安装包 你就想装 那个呢 装不起来了啊 你先得找到安装包 那么安装包 我们去哪找 这是个问题 安装包从哪找呢 一个呢 是从官网 也就是火壶的官网网站 你想装什么包 去官网去找就行了 这是一个方式 软件包的获得 软件包的获得方式 第一个 去软件的官网去下载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不介意这个软件的版本 就是这个版本 老一点的版本 你能接受 那OK 不介意老版本的话 可以呢 从我们的这个叫光盘 光盘中 读取吧 光盘 哪有光盘 哪有光盘呢 咱在第二天装这个 Linux的时候 不有个镜像文件吗 那个镜像文件叫DVD 还记得吗 那个就是我们的光盘 但是是内容 光盘的文件 文件里面有内容 但不是光盘 如果你有个形成的光盘也行 那我们这边备注一下吧 或者是 镜像文件 都可以 镜像文件 都可以 从这里面呢 去读出来 那么本身的话 在这里面有没有光盘呢 不就他吗 是吧 有他啊 那有同学说 那如果说我没有桌面 我看不到这个光盘图标 我们怎么去打开它呢 像这个我还好打开一点 直接呢 打开它 然后呢 去哪找呢 这四个目录 packages 就是包 这个里面呢 大概放了三千多个软件包 看到了RPM了吗 看到RPM了吗 能不能找到火壶呢 搜一下 是不是他 Filefox 17.0.10 就是他 但是这个呢 毕竟是在我们桌面的一个情况下 有桌面的情况下 那要是我恢复到了命令行动模式下 我没有这个装面 我就没有办法双击了呀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光盘在哪呢 怎么看 那我们现在这么早 现在有图音画界面是吧 我们在这里面打开终端 那打开这个终端 是不是就是当前的公众目录啊 那么怎么看呀 IPWD 是不是就知道在哪了 在Media下面的Central OS 6.5 Final这个位置 是吧 哎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关了啊 我们再把它 先不切回去吧 待会还要装这个火壶啊 在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这边断了不几 重点等一下啊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小一窗里边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桌面了 那现在我怎么去确定那个目录呢 好 这个时候呢 交给大家一个新的命令 交给大家一个新的命令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不从官网就下了啊 因为大家没网 咱们就不从官网上了 咱们从这个光盘里面读 此处以光盘文件 哎 为例 啊 以它为例 哎 首先呢 我们说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是用我们去看这个光盘在哪儿啊 这个命令呢 查看快撞设备 快撞 快撞 不是这个撞啊 快撞设备的信息啊 有这么一个命令 叫lsblk lsblk lsblk呢 它的作用就是查看快撞设备的信息 翻译一下 叫list blk lok blk blk 设备 device 啊 叫查看快撞设备 啊 查看快撞设备的信息 那么快撞设备是哪些设备呢 或者说有哪些设备呢 像我们的光盘 硬盘 U盘 就是只要跟这个磁盘有关的东西啊 都属于快撞设备 啊 都属于快撞设备 那这个命令 查看快撞设备的这个东西啊 行 那么现在可以直行一下啊 lsblk 走 看一下 第一个标题 name 是名称 然后后面这个呢 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major和mini 是最大和最小 主要和最小的意思 然后rm size iotape 和monte的 monte point啊 这里面有几项东西 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的 有哪几个必须要认识 第一个 这个要知道 然后呢 size 必须要知道 然后 这两个也得知道 type和monte point 这个也得知道 啊 那这几个 我把圈红色 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个 name name name不用说了 名称吧 是吧 哎 然后size srse size 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 大小 大小 然后呢 type呢 是类型 然后还有一个 monte p o rnt monte point monte point 称为叫 挂载 哎 挂载点 哎 其实就是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这个 哎 windows下的一个 盘幅的概念 哎 这下我们不是说了吗 u盘插到windows里面来 他要分配盘幅 但这个盘幅 是不是windows自动分的呀 而我们拟拟之下 不会的 你放进来之后呢 你需要去给他 做一个挂载 挂载 挂载点 对呢 就是这个盘幅 对这个盘幅啊 啊 其实也就是 让我们知道啊 你这个光盘呢 它是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怎么去确定 哪一个是我们的光盘呢 通过什么方式来确定 呃 不是通过type来确定啊 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通过size来确定 通过size来确定 哎 为什么通过size来确定 我们先去确定一下 我们之前呢 搜到这个 镜像文件 它是多大 3.58个G 是不是 那大家去看一下 哪一个最接近于3.58个G 3.6个G嘛 啊 所以一下能确定 S20这个名字 它对应的就是 我们的光盘 那么光盘在哪呢 哦 后面有个挂载点 Media 三达5S 6.25 final 不就是我们刚才 PWD的那个结果吗 行 那个挂载到MN 之前我不是说过 有一个是MN目录吗 是吧 说那个是挂载点 那个的确是挂载点 但是那个是我们自己挂载的点 这个是我们挂载的吗 这个是VM自动帮我们挂的 是VM自动帮我们挂的啊 如果说我们用户自己挂的点的话 一般会放到MNT下面的DVD 那个目录 但是那个目录没有 需要我们自己创建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挂到 我们自己的地方呢 可以 那这边呢 既然谈到这个挂载了 那我就顺带跟大家说一下 咱这个东西呢 怎么去挂载 怎么去解挂 怎么去挂载 怎么去解挂 什么是挂载 挂载就是相当于 Windows的一个封闭盘符 挂载就相当于封闭盘符 当我们U盘插到我们电脑上去 它本身是没有盘符的 没有盘符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打开 那如果说你要访问它 Windows系统必须要给它分配一个盘符 所谓盘符就是这个CDEFGHI 这就是盘符 那么Windows这个盘符呢 是Windows自动给我们分的 但是Ninux不一样 Ninux它本身不会自动给你分配路径 这个路径就相当于是盘符 它不会给你分 那不会给你分的话 你就访问不了 你就打不开 你打不开的话那不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办法它不分 那我们自己来 自己来的这个操作 就是挂载操作 就类似于Windows下这个盘符的分配 那本身呢 它在这儿 在这个SR连的位置 那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 把它给解挂的 这个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属于一个扩展部分 光盘的挂载和解挂 光盘的挂载和解挂 那么解挂的话 它现在已经挂载好了 已经挂载好了 咱就没有办法再挂载了 那么先给它解掉 先给它解掉 那么第一个呢 先看是解挂操作 解挂操作有个命令 这地方提到的命令 命令叫U-M-O-U-N-T U-M-O-U-N-T U-M-O-N-T U-M-O-N-T M-O-N-T就是挂载的意思 这地方有M-O-N-T嘛 M-O-N-T就是挂载的意思 U就表示不挂载 U-M-O-N-T U和暗力不要搞错了 U-M-O-N-T 取下挂载 那么语法格式呢 就是它的一个语法 型号 U-M-O-U-N-T U-M-O-N-T 控格 当前设备的挂载点 就是你要解挂的 那个设备的一个挂载点 其实就是路径 对就是路径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路径 那么现在可以来试一下 以我们当前这个地方为例 我要取下挂载 那应该是U-M-O-U-N-T 然后加上路径 路径可以直接复制 选动一下 然后呢右键就可以了 然后按一下回车 按下回车之后呢 那么怎么样去看这个盘 还有没有挂载点呢 再来一次 LS BLK 注意看 是不是就没了 那么没了之后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没了吧 因为这个时候挂盘 是不是已经相当于 不挂载了呀 就没有分别盘服了 那么没有分别盘服的话 你在你的 像我们Windows 有的U盘呢 在你插入电脑的一瞬间 它是不是要说 装一个驱动啊 在装驱动的时候 这地方有这个盘服吗 没有啊 如果你注意的话 肯定是没有的 那只有当这个驱动装完了 它才会去显示出来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 已经点了那个 弹出那个设备了 但是没有把U盘拔下来而已 是吧 就拿上这个效果啊 但是我们光拍在里面 还没有拔出来 现在已经是成功的解挂了 这就是解挂操作 后面加上我们现有设备的一个路径 就这个里面 这个名领 用Mount 那这地方呢 已经没有了 挂在电已经没有了 是3.6个机吧 没有变吧 说明光区里面还有光盘 只不过没有把它拿出来而已 拿出来它就没了 现在还在里面 此时相当于我们U盘呢 在Windows上啊 已经被弹出了 但是有没有拔下来 没有 拔下 拔下电脑的这个USB接口 它还插在上面 但是你能不能访问了 通过我们之前的盘 不能访问吗 不能访问了啊 这个得注意通过之前的路径 你肯定是没法访问了 这是这个效果 这是解挂 那么解挂好了之后 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挂载了啊 挂载 挂载光盘 挂载光盘 那么挂载光盘使用的命令 命令 叫做M-O-U-N-T 就是把那个U给它去掉 叫Mont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是 紧号M-O-U-N-T Mont 空格 加上 后面是空格啊 空格后面加上什么呢 加上你的这个 设备的 原始地址 原始地址 然后空格 要挂载的位置 也就是路径 也就是路径 可以了 就这个语法 那这个路径呢 好说 这个路径的话 你放哪都行 放哪都行 只要自己呢 或者说整个目录都行啊 都没关系 那关于这个设备的原始地址 怎么去找 设备的S 这个地址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看一下 我们之前的这个目录结构了 当时呢 有一天我们在讲那个目录结构的时候说过 说这里面有一个目录啊 是专门用来 不是用来挂载 是用来放外界设备的 哪一个目录啊 我听到两个答案 一个MNT 一个DV MNT里面有东西吗 没有 有东西吗 有 好 有啊 有的话 那么去看看啊 刚才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 SR0是吧 那么来找一下 S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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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没有啊 搜一下啊 SR 是不是一个文件 那SR0是不是在这 那说明我们这个盘 那说明我们这个盘其实相当于已经插进来之后 它默认的是在这 但是能打开吗 它显示林次杰 它显示林次杰 能打开吗 没法打开啊 没法打开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得注意了 我们呢 原始的路径统一呢 都在DV下 原始的路径统一都在DV下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SDA SDA1 SDA2 也就是我们本身的20个G 说不定也在这里面 看到了吗 在这呢啊 也在这 也在这 然后包括后面还有其他的 也都在这个目录下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快挡设备 它其实在挂载之前 都在DV下 都在DV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光盘好找吗 原始设备 好找啊 怎么不好找啊 你怎么知道那个光盘呢 看大小吗 3.6这个G 不对那SDA0吗 不好找吗 好找啊 地址呢 统一都在 -DV下 -DV下 都在这个DV下 然后 我们可以根据大小 确定具体的 NAME值是吧 因为大小是3.6个G嘛 NAME值不是SDA0吗 然后拼凑在 一起组成原始地址 现在地址能不能搞定 那例如当前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DV下面的 SDA0 是吧 SDA0 DVSDA0 OK了 那这个问题确定了 然后第二个 要挂载的位置路径 这个路径呢 一般严格一来讲 没有怎么要求 你放哪都行 我们之前讲的是 建议放在哪个呢 建议放在MNT下面 建议放在MNT下面 就是这个目录下 当然如果说我 你说我非得放在这个 USR下行不行呢 行 没问题 或者你放根下 也可以 没强制要求 只不过建议你放这 这是一个约定书成的一个规矩 人家都习惯放这 所以我们也建议放这 要不然的话 以后呢 你放别的地方 别人接你这个手的时候 找不找了 这比较麻烦了 所以再开档母就 搁这就行了 那么这个目录的话 一般都是MNT 挂载的目录 一般的话都在MNT下 都在MNT下 也可以去在MNT下 建这个目录 都可以的 建目录 那么此处的话 我们以这个目录为例 以这个目录为例 MNT DVD这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有没有玩 没有 所以先干嘛 建一个 MacDRMNT DVD 可不可以 可以了吧 可以之后 也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看这里面有没有 有了吧 空了吧 OK 空了 OK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挂载了 按照刚才的语法 应该是 Mount 加上 原路径叫 D1 V 后面的S20 然后新的路径 MNT DVD 是吧 这个杠 加不加都行 无所谓 好了 然后咱们见证 奇迹的路道了 读一下 Mount命令 Block device 快撞设备 DVSR0 is Rider Protected Rider 写 Protected 被保护的 Mounting Rider 成不成功 成不成功 先可以猜一下 成功了啊 因为我们光盘的话 绝大部分的光盘 都是只读不能写的 只读不能写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注意啊 你看到这个结果 那么恭喜你就成功了 那么怎么去验证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看看 有东西了吧 之前是不是和之前一模一样啊 package里面 看一下 桌面当然没东西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挂的 桌面上的是系统 欧阳帮我们自己挂的啊 这是跟我们这个挂载不一样啊 我们是手动挂的 想挂拿挂拿 它那是默认给我们挂 Media下面啊 有了吧 数量没少吧 3137啊 对了 行 那么后面的话 就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已经挂载了 那现在呢 相当于盘服已经分配好了啊 盘服在这 打开之后就有了啊 package 看到这个是对的啊 不要认为它错了啊 它只是表示说这个光盘不能写啊 以这个止读的方式进行挂载 没有毛病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图标咋了 这个问题刚才不是有同学问了吗 咱之前是VM帮我们挂的 VM帮我们挂 默认会挂哪 会挂那个Media下面 Media下面的话 挂的时候呢 它会在桌面上显示 但是我们现在挂到MNT下面去了 这里面就不显示了 这个地方 你得先了解一下 那至于这个东西重不重要 我明确的告诉你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你以后看不到桌面 所以你以后看不到图标 跟哪都一样啊 只不过VM自动帮忙挂的是 挂在Media下面 Media下面的话 这里面有图标 我们这里面没有啊 这个注意一下行了啊 有没有图标不是重要的 重点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切过去 看一下 CD MNT DVD PSAKAGE 过去了吧 没问题吧 来LS一下 可以吧 可以啊 所以这样的话 以后呢 如果说我们再有个光盘啊 或者U盘 我们通过Mount来进行挂载 挂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读里面的内容了 这个是相关的挂载操作 那么挂载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安装了啊 去安装了 那么前面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把这个光盘给它放进去 都里面的东西而已啊 挂载和解挂操作 这两个命令啊 U Mount和Mount 这两个命令 语法格式啊 一定要记着 当然以后的话 如果在实际工作的时候 这个东西用的多不多呢 你说不多 为什么呀 不可能去阿里云上拆个光盘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多不多 多 为什么多 我们这里面 它不仅仅是光盘 还有什么盘啊 那U盘更不可能了啊 硬盘 硬盘啊 硬盘 因为我们本身呢 你如果说在买福气的时候 你可能说 我现在规模小 我买一个硬盘是吧 那万一你哪天数据满了呢 盘满了呢 你又不想删它 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再去阿里云上 再买一个单独的硬盘呢 那么买个单独的硬盘之后 我就想放到服务器上去用 是不是得给它挂上去啊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挂载了 哎 所以这个东西 虽然说U盘和光盘不大可能 但是硬盘是可能的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个命令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光盘的挂载和解挂 至于阿里云上 能不能单独的买硬盘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 肯定可以啊 而且一个服务器 它允许的挂载盘的数量 应该是四个 可以挂载四个 但是每一个最大500G啊 不小了啊 再者就是 人家一般如果传东西 他也不会往光盘 往硬盘里面存 有一个OSS 叫开放式存储服务器 就是专门会把东西传进去 就相当于是个网盘 存在里面 这比较方便啊 行 那么消耗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安装 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啊 来看看这个安装 来 回到这边来啊 现在呢 我们要去安装一下这个火湖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安装猫了啊 要安装火湖了 那么OK 在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安装命令啊 安装软件的命令 安装软件的命令呢 叫 rpm -rvh 控格 软件包 完整名称啊 是完整名称 是完整名称啊 为什么是完整名称呢 因为安装包 你要打开它 你要打开它 所以你确保路径是对的 要是路径不对 你肯定打开它 所以是完整名称 不像我们前面两个 你只要随便输入一个模糊的名称 他只要能找到 他就能进相关操作 但是这个不行啊 这个必须是完整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看看怎么去解释一下这个选项啊 这个是这个命令 然后选项呢 选项有这么几个 rvh -i -i好理解 install 安装的意思 然后-v -v的话 表示显示进度条 进度条 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装一个大型软件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进度条 你看着呢 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装完呢 就是这个感觉 对这个时间把控并不是很好 不知道装了多少了 而我们温度之下装软件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进度条啊 所以呢 这里方又进度条 但是小黑窗怎么写进度条啊 小黑窗就不好写进度条了 所以后面给我杠改下去 杠改下去 表示以 警号形式 限式进度条 就是你看这样的啊 就这样 走满了就满了 百分之百了 这个就进度条了啊 先我们可以试一下 由于我们这个文件的话 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目录下啊 所以我这个路径要写的话 是不是写相对路径就行了呀 不需要写绝对路径吧 但是如果说你在其他地方的话 你一定要写绝对路径 这个你得知道啊 先打印象当成路径 然后呢 RPM-RPH 叫FFox吧 怎么试的 对了啊 FIRE 然后开报键 直接就出来了 所以完整路径呢 对我们来说也很简单 然后按一下回车 走 喝完吧 装好了啊 装好之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 图标是不是还没有啊 不要着急 点一下 有了吧 哎就出来了啊 点线出来了 哎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火壶呢 就重新的安装好了啊 安装好之后呢 可以查一下 RPM-QA 速线 GREP FIREFOX 走 又有了吧 之前不是三了吗 啊 现在又出来了 啊 哎 这个呢 就是它的安装方式啊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再去把谁安装一下呢 再去把阿发奇安装一下 啊 啊 啊 阿发奇的包也在这里面啊 也在这里面啊 这个包里面有三千多个软件包算是比较多的了也是比较全的只不过呢这个时间比较老所以它的版本号呢比较低一点 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NPM NPM 这里面呢三个命令分别是查询卸载和安装啊 再回顾一下这个命令 那么查询呢叫 - - Q A Q表示query A表示所有 查询啊 然后卸载 -e e表示卸载 然后还有个 no -no d ps 干嘛呢 忽略 依赖关系啊 忽略依赖关系 然后安装 安装这里面呢 我们提到了一个叫 查看这个快装设备 叫LSBLK VSTAR BLOCK DEVICE 查询快装设备 然后后面呢 就引出了这个光盘的挂载和解挂 Mount和U-Mount 然后呢语法格式 后面的话 安装RVH I install V表示显示进度条 H表示以警号的形式 显示进度条 最后呢 安装成功